歡迎收聽這節特別新聞報導,我是CR Pro,我們看看BBC回來的最新消息 BBC的報導指,菲律賓的警方已經在馬來拉騎劫巴士的風暴結束了 一群的香港遊客遭到劫折,電視的畫面顯示至少四名人才離開巴士 但是有部份的遺體也是在車上被移走的 那一個前警察呢,就是他持有M16的槍枝 但是就在星期一較早時間呢,就是劫持了巴士 官員就指這個兇手呢,在這次的事件中完結之前呢,就是被殺 但是呢,就暫時未確定呢,有幾多其他人呢,是死亡的 那警方呢,就指呢,在他們在巴士那裏呢,就是見到 在巴士的前門那裏呢,見到一個遺體是被掛在那裏呢,就開始採取行動 然後呢,人質就是開始在後門那裏慢慢逐漸離開的 那在菲律賓的電視台呢,也是全程直播這次的這個事件的 那在這次的事件完結之前,兇手也都是前 呃,前資深的,呃,這個 senior inspector 的資深督察 Rolando Mendoza呢,呃,他55歲,那也都是呢,被指 是,呃,告訴警方知道呢,在車上是有,呃,傷亡 那但是呢,就未能夠被證實 報道指,他呢,就是因為搶劫啦,還有是毒品問題呢,也是被警方 是,呃,需要是撤離他的職務 那在較早之前的談判裏面,有9名的人員呢,是在巴士上獲釋 而這個司機呢,也是趁聯逃走的 那但是呢,隨著這個事件繼續發生 槍手呢,就開始是威脅要殺死15個剩下的人質 如果他那個,呃,要求呢,是未能夠達到,他就會去殺這些的人質 那麼呢,在巴士那裏呢,也都是傳出了連續的幾下槍聲 那麼,在較早之前,Chief Superintendent 就是這個,呃,是警方方面的人物呢,就表示,呃,馬尼拉的警區的負責人 就表示,這個使用暴力呢,將會是一個最後的一個方法 在,呃,車上面的22名的乘客呢,相信就是香港人 也都有3名的菲律賓人,包括司機,一個導遊和一個攝影師 那巴士原本是停靠在馬尼拉市中心的Lunetta公園 這個槍手呢,就突然出現 這輛車就,是停了在這個,呃,這條的百里的路裡面 這樣呢,就是在公園裡面,而這條道路呢,也是被封鎖的 那我們的報道暫時來到這裏,如果有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是由BBC即時同大家報道的,再會 這回 題集息 錯誤